HELLO,我是Rigid Lim 今天来讲的话呢 我们就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素的密制烧包 那这个烧包的灵感是来自于我平时很喜欢吃这个烧包 但是呢就是讲到说它里面有那个白油的成分 那大家都知道白油对身体是很不健康的 那但是今天的这个食谷呢 经过了这个调配后改装后呢 就变得比较健康了 那今天呢我们采用的这个叉烧呢 也是很重要 叉烧在market来讲是有很多种平台 那这个是属于港式的 就是港式的这个属叉烧 如果大家买的是本地的叉烧呢 就是比较便宜的话 它就比较比较硬的 比较有口感的 那这个呢就会比较香 色素方面呢就没有这么多 那大家可以就是切成定块 那也比较暖的 比较juicy一点 把它切成定块 然后加上呢我们用的这个粉呢 五香粉 我是用这个牌子的 五香粉要记得喊一个对 不要去买那种包装一汁的这些 其实是没有什么香味的 就是要去买这种菜市场 买这种包装的会比较香 那当然食谷呢 之前很多人跟我讨这个食谷 其实都没有公开 但是过后就觉得说 公开来讲的话呢 就是分享就是补气 所以今天呢 我就很愿意把这个食谷 放在这个Innership Touch里面 来一起分享这个喜悦 这个幸福 然后我们的食谷已经在这个Touch里面了 然后我们只需要跟着步骤去做 好就直接进入这一边 首先我们就是要把一个碗放上去 先把所有的调味料先把它称在这个碗里面 然后我们先搅拌均匀 为什么要这样做 是因为我们的五香粉 它毕竟是粉 但接触到水分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把它搅拌均匀的话呢 它可能就会有这个颗粒在里面 所以我们事先在这边搅拌均匀 后我们才放进去里面去煮 当然事先先准备好了这个酱料 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这些调味料一起搅进去里面 当然大家买的那一些黑酱油跟酱精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比较喜欢用的黑酱油跟酱精 都是苹果牌子的 那它不会死咸 然后带一点微微的这个甜味 因为我本身是福建人 所以比较喜欢吃带有甜味的 所以就事先煮炒香 我们这样子炒好过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把我们的这个树叉烧把它放进去 记得哦叉烧不要切得太小块 等下炒出来的时候呢才会有那个口感 那我们呢最好是去买 市场上有卖的就是已经切变的那个颗粒的 最好不要去买那一些 因为它切好的时候也比较碎 所以等下炒出来就没有这样的口感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买它一条一条状的 然后自己切成那个定块 好就继续给它去炒 还炒一个两分钟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事先准备好的炒香后的这个白芝麻 一起把它加入进去就能够使用了 好那这个白芝麻要怎么烤呢 当然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黑盘 释放黑盘 然后我们必须要把它铺上那个细波纸 然后就把我们要的这个黑芝麻也好 或者是白芝麻也好 就可以把它倒下去 那今天这个是白色 我们比较容易看到它上色 如果今天是黑芝麻 怎么烤都是黑的 那要怎么办 那大家可以就是稍微掺一点白芝麻进去 捞一下它 然后看到那个白芝麻稍微颜色已经变了 其实那个黑芝麻也等于是好了 当我们把那芝麻放进去过后 因为我们里面是有烤风扇的这个功能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这个网架把它放进去上面 所以它就不会喷到整个地方都是 那烤的温度呢 我们尽量越低越好 就是用140度的 其实这边的功能我们可以随便随意自己启动 比如说我们选择这个Fries 它里面是220度 其实我们可以从中降低那个温度 去到140度 那时间虽然给的是25分钟 那大家都是可以随意的认自己调整 增加或者是减少都可以了 看到吗 好 那要烤这个芝麻的时间呢 就是要随意 因为要看大家的这个分量多或者是少 那大家尽量就是让它就是平衡化 不要做整堆在中间就可以了 看到上色就可以停止了 好 我们的这个叉烧已经炒好了 颜色好美 然后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白芝麻倒下去 再继续的炒一下它 再给它炒一分钟 稍微收水一下就可以了 那接着这个步骤呢 一定要事先做好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叉烧煮好过后它是很烧的 它很烧的时候呢 大家等一下要包那个饼皮的时候 就会比较难包 所以必须要事先炒好过后 冷却后我们才做那个饼皮都可以的 炒出来刚刚好不粘锅 如果大家今天用的不是这个港式的 是用普通的那个本地的这些素叉烧比较便宜的话呢 那在这个部分在炒的时候 前面必须要加一点水 这样的水分也不要太多 大概90克就好了 如果是以这样子 这个叉烧的这个分量 因为那个会比较干 这个会比较湿 所以大家在炒的时候 必须要稍微加一点水分在炒的过程中 让它保湿一点水分 因为如果醋要太干的话 等它做出来的那个烧煮就没有这样好吃了 那现在呢 我们就继续做我们的这个水皮了 做了水皮过后 我们才来做油皮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去清洗这个锅 一样的就是跟着那个步骤进去里面做 就是把粉 普通面粉就好了 这个食谱是特别实在 它不需要用白油 白油过次 每个人都知道对身体就不是很健康 那为什么做这种饼皮的需要用白油 是因为要让它取得脆感 那虽然这个食谱是没有用白油 但是呢 它还是有那个脆感度在那里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们就是打 牛油 牛油就带咸味的 要软化那个牛油 水啊 油啊 这些啊 就给它去倒 稍微现在是水跟皮 水跟粉是分开的 我们现在先搅拌后 然后才揉 好 现在我们才来做这个揉的这个工作 再看一下 好呢 这个水皮就不需要再去打 就不需要洗锅 就可以直接打那个油皮 这边来说呢 你们可以事先准备 可以先称总共多少克 然后除以13粒就可以了 你可以先分克13粒 或者等一下一起分克都可以 一般上呢 我比较喜欢直接用触感 就是用我的手 但是那个手套感觉不到 就是没有什么滑 可以就是用这个大力 或者是直接分克13粒 小粒就可以了 油皮 那这个油皮来讲 因为没有加水 所以呢 纯粹是牛油 不可以搅过头 好了 我们的这个油皮已经打好了 油皮千万不可以搅过头 那好了 我们的这个油皮已经打好了 过后拿出来 下面自己要揉揉 我看一下 记得牛油千万不要太过暖化 不要暖化到它出油 出油的话呢 等一下你的团就会很出油 其实打这个饼皮的这个做法呢 大家也可以做类似的这个 就是饼皮 比如说 那个过年每次做的那个瓜皮皮啊 就是把牛油啊 跟粉啊 这些参在一起 也可以用这个步骤 然后现在呢 你看它很散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要让它集中回去 稍微揉搓一下 只要让它变成成团就可以了 过程中不可以搅拌过头 不然它会出油 那一样的就是把它分割为13粒小粒的 可以看它总共的这个分量多少 然后就把它分成13粒 首先呢 我会先分割这个水皮先 平均一粒大概28克这样 那大家要记得在做这些饼皮的时候呢 尽量就是不要开着风扇去直吹 直吹它 不然的话它很快就是干干水掉 表面太过干的时候呢 就比较容易爆炸了 记得在我们在分割粉团的时候 不要用拔的 尽量可以就是用切的 好 刚才呢我们就已经把它分割了就是水皮跟油皮的分割方式 那大家一定要记得哦 不要东放一粒西放一粒哦 一定要说你先揉好一粒的话 就是跟着次序这样拍出去 因为当你在揉好最后一个的时候 其实前面那个已经正在开始在醒粉了 所以当你全部拍好后 你要再把那个油皮跟水皮放在一起的时候 必须要从第一粒开始 那记得哦 这个是水皮它会比较暖的 OK 然后呢这个油皮呢它就比较粉粉这样的感觉 那我们必须要准备少许一点点的这个脏手的这个普通面粉 不一定会需要用到哦 要stand by而已 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那个油水皮 我们稍微跟它压一下压扁它 或者你要用一个干面棍都可以 这个是随意的哦 那我自己本身因为这个还不是需要说很薄 所以呢我都会稍微用手这样跟它压一下 记得不要压到太大片 因为它必须要给它收回去 你要太大片的话它会无形中把那个空气给包进去哦 所以包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你们就可以这样子 OK 两边对折夹一下 就这样子两边再对折再夹一下 看到吗 它就不会把那个空气给包扎进去 好 然后我们就给它收回 收回的时候呢 让它转个结 然后这个呢 我们就给它朝下 就给它放折 然后以此类可以把这些其他步骤给做完 那记得哦 如果是大家在有空调的情况底下做 或者就是在开着风扇做的话呢 我们必须用一块布稍微跟它遮住 这是避免它干水 接下来呢 记得一定要拿跟着刺去哦 然后我们收尾的是在屁股对吗 我们就跟它朝下 然后我们记得不要用死力 要从中间稍微跟它按下去 然后往下推 然后往下推 然后就往上又再往下 要用轻功 往上又再往下 假如它会有一点黏 那大家都可以稍微就是撒一点粉 薄薄的就好 不要太多 因为太多它也会干 然后记得这个步骤是非常重要的 当你如果擀过头太过出力的话呢 它水皮跟油皮会让我们拉扯到 它会直接破掉 不是一次过这样滚到完哦 而是从中间拉下 然后从中间拉上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子跟它卷回上去 卷回上去的时候呢 看到吗 这个是收尾的 然后呢 我们稍微轻轻的沾一点粉 不要太多哦 那这收尾的可以朝上 我们就这样子 一样的从中间 拉下 然后推上 所以当你看到它稍微有一点裂的时候呢 是因为我们在做的过程中 我们如果有吹到风 它就会有一点干 所以它就会有一点开始裂了 所以在做这些点心的时候 就不要开风扇或者是开冷气了 好 然后再跟它收回来 记得哦 放清风哦 它那么薄薄的它已经开始要分离了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再跟它包扎起来 卷起来 卷起来 卷起来的时候呢 在这一边也是很重要 你就是直接把它换成对半 然后再跟它转回来 再收尾 然后这个收尾的呢 就跟它朝下 就可以了 以此类推就把这个步骤给做完 如果不是很沾手的话呢 其实是不需要放粉 那我们在做爆炸的时候呢 一样的 这个是朝下的 然后这个就一样的 就是跟它 擀开它 变成一个圆形 那这个时候 它就会比较稍微紧了一点 因为我们卷了几次了 边转边卷 跟你们在做那个饺子皮是一样的 那这个饼皮来讲的话 你们除了做烧包 你们还可以拿来做成那个 比较所谓的那个 这个鸭鸭包 就是吉隆坡的人叫做鸭鸭的 或者你们要把它放里面 虽然这个是属于是蜜汁叉烧 你们可以把它换成什么呢 换成就是咖哩也是可以的 可以把它换成咖哩 好 那这个呢 刚才是朝下的 现在就要朝上了 那如果懂得爆炸的人 可以直接这样包 那如果没有经验的话 很软 你就必须要用一个这个 这个蛋挞磨 让这个不美的炒上 OK 然后不需要压它 你压它的话 等会它会破 然后我们就是 舀一汤匙的这个 酥蜜汁叉烧 放去中间 然后轻轻的再给它压下去 就可以了 大约就是一汤匙的 用我们这 inno chef的这个汤匙 玫瑰金汤匙 好 那这边爆炸来讲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样子直接包 所以你用这个蛋挞磨来讲的话 它就可以支撑得到 记得哦 这边四周围不可以沾到油 不然它是收不到空的 包多几次 也许刚开始包的时候 你会 手忙脚乱 但是你在包 第二第三粒的时候 你就会越来越熟悉了 好 然后我们就跟它收 如果在烤的过程中 它这边有叶开 那个酱汁流出来的话 是正常的没关系的 反而可能看起来更美味 所以有两种烤法 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烤 如果你放在这个烤盘烤 也许你们就要分成两盘来烤 或者就是你可以 家里如果有很多这个蛋挞磨 你就可以一次过来烤 好 那今天呢 我们就是分两次来烤 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层次感 已经开始出来了 当然这个烤包 稍稍吃的时候呢 它就很酥脆的 那冷的时候也不会难吃 那大家都有这个 air fryer 对吧 我们的innorshire air fryer 就算冷的也无所谓 稍微就是把它放进去 再放进去我们的 air fryer里面 稍微再给它预热一下 又脆口回去了 如果大概要知道的大小是多少的话 你也可以照住我们的这个 silicon mat 大概就是内层 看到吗 它的内层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大小 一个scope的 就好了 那如果大家是想要用这个鸡的底部的话呢 因为如果你没有放纸它会黏着 所以底部必须要放一张纸过后才把这个 然后这个烧包把它放下去 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个部分 就是说包好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去烤 那今天我是选择了是直接放在这边烤 就没有用那个蛋黄的那个模型 但是这样子的烤包我必须要分开两次 两排来烤 不然就会放不下 然后我们这边的是两粒的蛋黄 可以 要先抹上去表面 抹上去过后呢 让它上色 等下我们再来抹第二轮 有些人会把白芝麻 腿芝麻餐餐 撒在上面 这个是随意的 好 OK 那如果你包炸到稍微这边有一点开的话 其实是还OK的 等一下呢 它的里面的那个 嗯 蜜糖就会流出来 其实我们是没有放蜜糖啦 只是说有放糖去煮 跟调味料去煮的时候呢 你吃起来就好像有那个蜜糖的感觉 撒上锅后呢 我们就直接去烤 放入烤箱 好 好 换成钟呢 等一下我们 必须要跟它换盘 换盘的话 也是就会更均匀 再上第二轮的颜色 翻叶 那当你再上第二轮颜色的时候 你要记得哦 这个就是比较浅色的 就要向里面 OK 好了 我们就把它打开 好 你看它上面的带一层其实已经上色了对吗 好 那上色了过后 我们现在就不用这个烤盘了 我们就要换成用这个烤盘 好 好 好 因为这个有网了呢 因为它的上层有那个煙头 所以呢 你放这个网的话 它就可以能够支撑不大 就不会说翻来翻去 接下来呢 我们就把它放进去再烤一次 OK 它烤了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打开 再给它转盘一下 在转盘这边的时候呢 就不需要去四分钟啦 就直接两分钟就好 好的 我们进去一轮 已经上色了 颜色就很均匀很美 很有卖相啊 双双 烧烧的时候就不要吃 等它冷了过后呢 它就会更加酥脆 因为现在烧的时候 它是有点暖的